今天在南修玩T拍天 天氣很好 天氣很好 這些都是候鳥 有人問這麼小的怎麼飛這麼久 不好意思,真的是飛 現在在上面飛拍的應力者 叫做小白龍 排在水源和泥土之間的邊界 這個目的就是運東西吃 這隻是大白龍 在咀嚳之外,你會留意 它的肉頸剛才是靈蛇長的 這隻就是小白龍 就是紅樹的根 如果它的根不長出來泥土的話 它是不夠出夠氧氣的 所以當水退的時候 它就要拼命吸收它的養氣 因為黑豉腸和泥土 它就吃泥土裡的小小的生物 但是這些就是吃水裡的養子 吃魚仔 咦,水鴨 不如我們用水鴨來吃一下 煲湯 那隻叫做黑豉腸的雲鴨 總之你看到頭 是在泥土裡的 這隻叫做黑豉腸 它就好像看著 看著它 在泥土裡的一隻 這隻就是大白龍 這隻是黃色咀的,你看到嗎 黃色咀有明顯的 這隻是大白龍 對 那你不要了 現在在飛這隻水鴨 這個跟小悠 這是小鼠最近 這隻事很明確地 在飛這一隻 他一定是會去紅樹 好 哇,很大隻 不是燒魚,凌溪 黑猝 好多人在这玩车车 玩游户车 超油的 像什么路位 稍后我们一路走 全条路都有这种树 叫安树 Hello 你们说话 你们说话 早晨 早晨 说话 早晨 绿色是有立体的 这些地衣 慢慢形成一个好像菊花的形状 由地衣 空气表示好 多两口 平时我们没机会吸收得好 空气 这也有点 肥肉 是 现在看这个是 萝维 萝维 以前是雞為蝦 以前是養成雞為蝦 嗯 所以雞為蝦集的人 他們不需要太多的肥料 尤其是養雞為蝦 所以那些人說 那種魚塘就有 但是雞為蝦設計的魚塘 就已經甚少了 釣在媽媽那裡 吸收整棵母樹的營養 然後令到那些嬰兒 由很短的嬰兒 慢慢長些 你很近的 哦 搭船過去元朗 往元朗西鐵 暫15分鐘 釘沙灣 哇 這些才高級的食物 不是普通無人機 哦 厲害 哦 上一次在這裡賣個食物 哇 這麼漂亮的 好大隻小龜 為什麼小龜不動呢 好大隻 哇 踩到BB龜裡 吃俗稱叫做黑沙灣 因為沙全部都是黑色的 所有蝦都是黑色的 所以現在是不會再游到游泳了 以前是游泳的 現在沒有了 黑色一粒 對 這樣我們俗稱 好大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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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里 好大隻 好大隻 有種 回應 而爐里面满滅花红的沙粒 可以去除焚化燃烧橙色的灰尽 这辆车射载人都必须再绑一遍 我们就用这个方法 一开始绑一遍 现在再绑一遍 将来我们在热箱减 就知道每一辆车落下了多少凳 提示720度 就是一般火山的溶岩温度 所以850度是非常非常弱的 请进来体验下榴花床焚化露姜部 以示范 我们熟悉下素人 酸性的臭味 二号天的热箱 吸住了固体粉 将变成小粒炎长的固体粉 再绑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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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用烧烤泥 烧热的藍色 做出来的 反而还有少少 自己用不完 我们先去隔壁的发电厂 发动质量不太多 钱应该也不太多 所以我们最主要是做自动 这些概念 这些不用付电费 再抽出来 去到第二个股息缸 转动 就收集一些细菌不吃的 可能有30成的蒙基纹 或者一些飞马排出大海 就收拾不了 但是很多管用手 加上一成多 有成利落 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它本身 根本就不需要这么多员工 我们很多东西 都用电脑链链 就是控制的 人手腕 就是负责做一些监察 和人手的工作 才能够提供我们的TB 可以不完不停 看看附近有什么设施 为什么TB要建在这个 这么远的位置 首先 如果大家乘搭这些 乘搭外面 可以看到一个 星达室里面的地方 我们这个房间 看来很高兴 这个房间 应该是很高兴 应该都 旁边的 应该都 旁边的 这个TB 为我来说 都是一个 很新的概念 而且 还是一个 这么漂亮的地方 今天 这个Sandy 没有介绍错 这个TB 好 我们上车了